年底九合一大选即将来临 身为具有阿美族协同的花莲县长候选人古拉斯 成为了外界瞩目的焦点 许多人都相当关心 返回家乡的他是否能够成功翻转 长期由偏蓝银执政的花莲 8号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 副总统赖清德、原民会主委、一将等多位立委也到场支持 希望民进党在年底能够获得相亲的支持 古拉斯是否能够成功翻转 长期由蓝银势力所执政的花莲 能够从记者、主播、姚森一变成为总统府发言人 现在代表民进党竞选花莲县长 他也表示这是一场公民运动 今年的选举是一场反霸凌运动 而他是花莲人当花莲县长刚刚好而已 今年的选举不是一场选举 今年的选举是一场运动 它是一场运动 今年的选举是一场要求政府公开透明的运动 今年的选举是一场要求要开放政府的运动 今年的选举不是投给古拉斯 今年的选举你是投给你自己 投给花莲人 我是哈拉湾的孩子 但是我没有比现在的现场差 我是哈拉湾的孩子 我是花莲人 我是哈拉湾的孩子 我做花莲现场刚刚好 虽然下着大雨 仍然有许多花莲的乡亲来到现场 为古拉斯加油 副总统更是指出 他出过一本书名叫 爱是一条线 更显示他深爱花莲这一块土地 公语使给我们更大的信心 邻居更大的力量 我们一定要将古拉斯送进县政府 开启开放政府的心意 大家说好不好 好 就是一场公民运动 一场缓霸凌的运动 一场花莲人当花莲人的运动 所以他有几个非常重要的主张 第一个 就是打破恐惧 还给花莲自由的空间 不要花莲 古拉斯 葡萄 古拉斯 葡萄 古拉斯 古拉斯说 13年了 花莲人应该要给自己机会 改变花莲 这一次是否能够成功翻转 长期由蓝营势力所执政的花莲 他再次强调 这是一场公民运动 一场反霸凌的运动 记者凌结花莲市采访爸爸 继续加油